接下来是篮球方面的消息 今天下午呢 这部男篮在国家体育总局进行了集结后的第一次公开课 这也是男篮的新主帅杨纳斯基首次在媒体面前亮相 男篮的公开课是下午5点钟开始 但是4点多就已经有很多媒体在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训练馆外等候了 下午的公开课 大家发现王之志 刘伟 朱芳宇 王世鹏等老将都不在训练场上 由于老队员带伤都在进行康复练习没有参加 今天的公开课 这位来自希腊的主教练充分地展示了他对细节的专注 对于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动作 要求都很严格 队员们都很想训练 很想学习 这让我很高兴 在下午的公开课上 杨纳基斯一直在喊Move 看得出他非常专注队员们的跑动和脚步 而且确实这几天跟他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而他也很强调脚步 就是打篮球嘛 他说脚步很重要什么的 很多队员都觉得这位心想很难得 这一个清晰的训练量真的让他们有些吃不消 但是杨纳基斯有他自己的强法 国际篮球对身体的要求更高 场上需要更多的耐心 思想上要更加的强硬 只要做到这三点 才能达到球迷所期待的一个中国篮球水平 接下来六月初 中国南篮将赴澳洲拉链 随后回国 六月中旬在国内有两场热身赛